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的是兩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雲端的服務 那麼現在呢 我們介紹 您行動裝置上的 因為這個上禮拜沒講 所以真的不用 你回去要告訴上禮拜有來參加的人 告訴他們 你比他們厲害一點 因為呢 行動裝置現在大家幾乎都忍受一個嘛 也很方便 那我會介紹這兩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因為他們都可以比一線 也就是你在不上網狀態下可以使用 不過說我實測之後 我發現Google語音輸入的這個部分 如果不上網跟上網差很多 就是辨識的結果 有上網的話 因為它還可以有大數據 還可以幫你做比較好的語意修正 所以原則上我還是比較建議 如果你是Google語音輸入的 有上網的效果 會好很多 所以您可以參考 那這個就還好 訓飛這是對岸的 對岸的 那為了讓大家看得比較方便 所以 我有錄影 我們直接看錄影 有沒有老師是散發蘋果光芒的 有 有 有 你如果升級到iOS8之後 它也有 好嗎 這樣老師可以打 所以 你內建的那個 輸入法就有了 就有語音辨識 所以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好 那我們看 如果你沒有蘋果光芒沒關係 我們Android也可以 你往下走 你可以找到這個Google的註音輸入法 你可以裝起來 原則上 這個 應該是內建 有的Android手機 內建就有 但是有的沒有的話 您可以把Google的註音輸入法裝起來 裡面就有那個語音輸入的那個圖 就有那個圖 那另外呢 訓碑這個也是一樣 反正您裝起來 應該大家裝APP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重點在於說 你要怎麼去設定 它離線使用 要讓它能夠離線使用 那麼 Google語音的呢 您先進到這邊 你看我們在這裡 這個是Google註音的輸入法 對不對 好 你進到這邊之後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語音的圖示 你按下去之後 再按裡面的這個 就可以找到它 好 就可以找到怎麼設為離線的 那萬一如果你的 Google語音 找不到這個圖 怎麼辦 也可以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就是你進入到語音 離線的這個辨識之後 把我們要的語系 這個語系 把它弄進來就好了 有沒有 我在這邊移安裝 把它裝起來 這樣就可以 好 那 如果萬一你找不到那個圖示 我上面好像有寫吧 在上面 這裡 因為有的人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雖然你裝了這個註音 可是看不到那個圖 有沒有 看不到麥克風這個圖 你就照我下面這個方式 這個圖 等一下就可以放大 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訓飛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麼 我們實際來測試看看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 這個是Google語音的喔 所以用這種方法 有個好處 因為 您的 手機裡面 有沒有很多APD 你最常用哪一個 Line FV 好 那我問你啦 這兩個東西都有很重要功能 要溝通對不對 所以 你都是指點 讚 開心 蛤 你是不是都點那個 那就沒有關係 那就沒關係了 還是那個Line上面那個 喔拍拍手 貼圖 貼圖 不可能對不對 不可能全部都那個嘛 有沒有南美需要用到 打字的 有需要 那怎麼辦 我先看下面這個好不好 因為訓飛的 我覺得 他 他有一個很大好處 他可以 自動在語音停頓處 加入全形的這個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訓飛語音出入法 按下 有沒有他的介面 這裡有一個麥克風 今天 有看到一則 很有趣的新聞 看上面喔 所以 現在 有沒有發現自動標點 呼發上去的 你停頓的一把 有沒有上去 如果 已經說完了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告訴上禮拜來的 所以你有比較厲害 然後在辨識過程裡面 他南美還是會像這樣 有沒有不OK 對不對 可以來這邊做一個 手動的修正 好 那你遇到這種 不OK 他因為這個是 對岸的嘛 所以他沒有 我們一般常用的 那個註音符號 那怎麼辦 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 你把它刪掉之後 你這一段 不OK 我就重念一次 重念這幾個字就好 這樣了解 好 一樣用語音 第二種方法 你就再切換到其他輸入法 比如說 因為還是 難免有可能某些詞 他就是辨識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 就不得已啦 就只好切換到其他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 你有沒有發現 你要回答LINE 回覆LINE 或者回覆那個 FB 有沒有快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大家都這麼懶 都喜歡用按的 因為行動裝置輸入不方便 對不對 雖然一張圖是可以代表很多意義 但是因為行動裝置 我就不相信 你用註音了 你沒關係 哈哈 要點還是要畫很多 那個對不對 而且怎麼樣 那個按鍵又很小 你按個錯了 又要重來 所以麻煩 所以用這樣講的 是不是快一點 所以你看我們後面這裡 按下說完了 有沒有 這一次修正 我就講那幾個字而已 那你在他這邊也有標點符號有沒有 標點符號 不符號 就是萬一如果他符號 他判斷的不OK 像如果你是問句的話 他會幫你加問號喔 利用訓菲語音輸入吧 其實在做信件的回覆 所以如果您做信件的回覆也是很OK喔 其實也是很方便 像我昨天給徐老師的 他昨天有提醒我 今天要上課 早上 昨天嘛 早上 我就用這個回他的 下午見合 他不知道而已 哈哈 有沒有收到 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快 是還蠻快的 在行動裝置上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下次老師 盡量比較平大 哈哈 可以啦齁 開玩笑 但是這個還不錯 好您可以參考一下 您就到我們剛剛那個任務裡面呢 第二個就可以找到了齁 好 謝謝 謝謝